或者你們可以說的那個澳紐訪問 這是人民力量第一次的外訪 順便補充一點 人民力量會有一個八天的訪問計劃 去澳洲雪梨和物業本 和去紐西蘭的奧哈蘭三個城市 我們聯絡了當地的朋友 我們會有些研討會 也都會去大學有些講座 也都會會用這個支持人民力量的當地的朋友 我們就希望透過這方面的探訪 加強對這個海外關注香港維權人士 和關注香港民主發展的朋友 加強他們接觸和和他們直接建立這個工作的關係 我們也都會透過這方面的 只要和他們解釋清楚人民力量成立之後的發展和情況 而今年亦都是生態革命一百周年 我們有些講座都是講香港與生態革命的關係 這是你今晚出發 今晚出發 今晚通宵機 今晚出發 今晚通宵機 我們都有很多支持者 我想香港是唯一一個政治組織 在海外有這麼多聯繫 所以澳紐這次是我們第一次去的 美加我們去過幾次了 我和大舊都 那邊我們的支持者已經很穩固了 現在就因為澳紐那邊也要求 已經有兩年前已經不斷要求我們可以過去的 所以今次我們的新任主席 人民力量的主席 和我們立法會員陳偉業 我想對澳紐的支持者 這是一個最好的交流方式 簡單來說我們就先投部隊 遲些可能有大量的人去